张太太,你这个来了 我这都等你有一会儿了呢 是不是要喝点水呢 我帮你倒点 嗯,有点饿了,是吧 没事的,我们这边有小零食 我帮你拿点 这些小碟子够张太太吃了吧 你先吃这,然后吃完之后 咱们再食色 不着急,不着急 你先慢慢用 嗯,张太太 你这全吃了呀 吃,看奶奶的时候没吃饭是吧 都吃了 既然张太太都吃饱了 咱就开始挑选口红吧 上面摆的那些呢 就是我们店买的比较好的 一点点色好 上面这些吧,也不是说买的不好 就是看个人喜欢 这边张太太说想看哪个 我帮你去下来,然后再食色 那两个粉色的是吧 草莓胸 张太太还要其他的吗 这边第二个是吗 好 下面的这些呢,要不要看一下 这个是吧 好嘞 现在张太太你已经调了四款了 是现实质还是再调两款 再调个这个是吗 小金条 行的 先为张太太是这款草莓胸的 这个色号是零六号色 稍等我拿一下准刷 这一款还是个新的呢 还没有人用过的 先弄到我们这个刷头上面 可以的,张太太上嘴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涂均匀吗 嗯,因为你这个嘴巴有点干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不是很好涂均匀 你就只看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到时候回家你自己涂的话肯定会比我给你涂得好 嗯,怎么了 不喜欢什么没事的 咱们再试下一个就好了 不喜欢 没事没事 帮你把嘴唇上面的给擦掉啊 这个是咱们的唇部现妆湿剂 这一款草莓胸的色号是零四号色 刚才那个你觉得有点老气是吧 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应该不会很老气的 你看,挺好看的嘞 把这个口红我们先沾去到唇刷的上面 这个颜色你要说老的话,张太太 那就快就洗了身了 这个颜色还蛮显年轻的呢 好了,张太太你再看一下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不嫌老吧 还是挺亮的一种 嗯,怎么了 有点干吧 张太太她如果干的话 那就是你嘴唇的事情了啊 有没有口红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这个口红吧 还是挺滋润的 一点都不干 很滋润很滋润,你看 也是很容易上色的 就是你嘴巴的问题 你瞅 就是因为你嘴巴干 所以吐出了就是这个效果 看下一款是吗 行 我帮你擦掉啊 接下来咱们就是这一款 这个色号是314 也是买的比较火的一种 张太太这一款口红的话 有没有出现什么涂的不均匀 或者说干嘛的问题吧 这一款还是蛮滋润的 而且这个红也很不错 消瘦量也蛮好的 怎么了 太滋润了 张太太 你这今天来 是确定是买口红吗 一会说鲜老 一会说太滋润 一会说太干了 我记得张太太之前 没这么难凑呀 这怎么两天不见 别那个人啊 没事没事 张太太不满意 我就接着帮你试就好了 我哪敢说什么不好呀 没办法 张太太你忍着点吧 因为这个是糊涂的 难写掉 忍着点就行了 我先说了 张太太 嘴巴的底圈 可能有点红 是正常现象啊 谁让你这么难伺候了 一直试一直试 我一会就笑了啊 这一会吧 你耍到也没少过浪费 也没挑出来个喜欢的 这一款就不是很干 也不是很滋润吧 因为这个是蠢泥 我看你还怎么挑 这一款总不干了吧 也不是很滋润吧 要这么冷 有点暗 现在你这个人有点老气 张太太 如果觉得有点老气 我觉得应该是 你这个人的问题 我们家的口红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们家隔壁 就是能整容 你如果需要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啊 比方说我们狗红 把你真的老气了 你自己也抽出 这一款图 你最要多好看啊 蛮适合你这个最新的 多少钱什么 原价是980 现在高活龙280 行我再给你试一块 开张太太 用再给你试一瓶 下来 小奶奶怎么样 这个颜色先年轻嘛 也不暗淡吧 咋的 看上去又有点招摇了 张太太 她今天过来 不会是就为了吃我们家一半 那个小零食吧 什么也不买 想白瓢 我说的傻话 我也想说点好听的呀 那你也干一点 好事也行啊 我这给你 奶太后一时的 快有一个小时了吧 你说 这嘴巴都给你擦红了 你这还没喜欢上的 咋的 二十块钱左右的 张太太你今天没发售吧 二十块钱左右的 我真的不想回答你 算了 谁让张太太你是老顾客呢 那你今天小费买二百 就给你一个优位价 让你选第二二十一只的 不能说我们全培钱 一点都不赚呀 要不然我就给你调一款吧 你如果相信我的眼光的话 你放心的 我和你调的这个色号呢 绝对适合你 而且还好看 哎呀 这有点破损弄好 不过没关系 张太太 你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颜色刚好吧 而且呢 也不会太干 也没有很滋润 主要你现在嘴巴 来回擦的次数太多了 这嘴唇呢 我都可以给你擦破了 再擦下去 你这嘴跟你说不了的 要不然呢 就拿这一只吧 我的眼光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刚刚这一只 就是二百块钱 你可以就再调一点 其他的二十的 这边底下的这些 都是二十块钱一只的 你可以任意的调 全都拿着吗 可以的呀 那我帮你装进来 要啥包装盒呀 你就消费了这点钱 还要包装盒呢 我能用个袋子 给你装就不错了 如果你这买的少 我这也让你能手拿着了 这一只我也帮你装进去 好嘞 现在你一共消费了 三百多块钱 如果说三百多块钱的话 我就要给你算一下 其他的账了 正在的这个盘子 你还熟悉吧 刚才你吃了 一小碟子的零食 然后呢 你还用了这么多个春刷 对不对 这些不免费呀 只有你消费到 五百块钱 我们才可以免费提供的 也就差个一百多块钱吧 要不然 拿瓶香水呀 刚好这个香水吧 二百块钱 我就便宜买给你 你一共给五百就行了 行 拿着 把你装进去 那现在张太太去结账吧 五百块钱 好嘞 张太太收到了 这些口红呢 你拿好 哎 对了 忘记告诉你的张太太 你刚才花那个 二十块钱一只的 买了七只对吧 它是这个月就到期了 没有几天了 能用完的呢 就赶紧用完吧 过期的话 用出来什么毛病呢 我们这边不负责的 张太太 那你刚才 不是乘兴过来买口红 你还没有 刚开始就说吧 她说了 你非要有二十块钱一只的呀 那肯定是大处理的呀 赶紧拿着走吧 推钱 是不可能的 那 那